Peace 大家好 我是Ryan 我们今天要来改这一个车的一些accessory了啦 不过这辆车呢是完全呢都还没有说做到很美 而且里面哦那些铁板啊那些木鱼啦木板啊都没有装好的 驾这辆车哦更加的潮很大声 所以哦未来还是可能要装这个隔音板啊 然后这隔热膜隔热板 所以今天我们先来做的这一个东西呢就是粘它的黑性 所以现在的他们呢会帮我们做前面旁边的镜子还有大镜呢都粘在一个80%的黑镜 后面呢就是粘95%的黑镜 我现在才发现到有一个问题 原来很久以前都已经有点黑镜了 不过似乎都没有感觉到那个黑镜哦是黑的 因为都已经变白变透明了 所以现在呢他们就慢慢陆陆续续的把那之前的膜呢给消掉割掉 哇外面我看不出哦 所以现在呢我们就来做一个车镜 哇B你真了解我顶车牌呗 里面的内陆哦 哎呦那个词点这样来弄啊 看一下我们的朋友要怎样弄啊 不然的话我们也不知道要怎样弄啊 够功能力啊 OK 现在我们要洗一下 那我们nehmen说 那我们不要そう 我们真的要不要这样 不然怎样弄不卖 想放心 锻炼 车顶啊车身啊都几乎差不多也等于是棉的了 尤其是之前喷气他们做的这个party 似乎好像都不耐 如果你们要看我之前做的这一些喷气 你们可以看回我之前的影片 好像喷气没有什么值得让我们这样子去做 所以我打算就要拿来油啊还是怎样 就比较经济的方法来做 要找我们的油气佬或者是喷气佬愿意伴侣了 看这辆车有谁要做咯 OK 所以就连我们车的内部啊这一边啊 还有我们的后面啊门板啊屋顶车顶啊 都已经也是有点生锈 它漏水还没有到很严重啊 但是它至少会漏一点水 所以这个是好事来的啦 哈哈哈哈 就是看如果是用油的方式哦 会不会那种防水的气来油就好了 因为之前我在弄这些店的时候呢 我们的阿神他就有讲说用油的就好了 反正这种车哦也不用说要油到很美 保护到很美 因为如果要做到很美很美的话 真的哦很烧钱 所以它关不完 这样子哦 一硬上就这样子哦 可是到时候你有摆摄啊 至少它不会漏水了 要上到完的话除非要找到这样子的塑料 然后如果是用特派的有好改它焦 要另外找或者塑料 够力咯 现在我们要找这个塑料哦 找没有哦 它是硬掉啦 硬掉了 这个塑料硬掉所以它不能够关完啦 够力咯 哎呦这边哎呦 够力咯 我上一下 够力咯 关不迷啊 你看 变成有一点缝哦 难怪啦 哦关不迷了哦 你看啦 这已经完了 所以这个窗门哦 没有办法 我们就要找这个窗门的 window inner rubber 我的left hand side passenger seat这一边哦 就有问题 然后它熬到熬到很严重啊 不能够进 不能够改了这一个 所以它一定要买它原装的 如果没有买它原装的话哦 它用久了是不是 它会落下来 还是怎么样 比如说size总而言之就是不一准 哎呀 有谁有这一种车的来 找我一下 连络一下 电话干嘛一下 不然的话这辆车不是废了 除此以外呢 就是我们这一个哦 没有门板了啦 基本上哦 这一些门板 都是中水棉的了嘛 所以哦 刚才我就有问我们的阿B哦 他讲说可以连这一种的隔音板 它是有点像甘甘这样子的 它可以给它隔音啊 咦 黏黏的哦 所以这一个隔音板这样子一片 大概是一厂半三厂 可以粘在我们的这一个门板这一边 可以帮助我们的车减少那个噪音哦 但是问题现在不可以粘 因为有很多的地方生锈哦 所以哎呀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来的 够力哦真的是 但是它的根本原因还是要弄一下那个车身哦 不可以给它身就太发当些 除此以外你看 连这一边的塑胶皮也是没有了 你看 你看车破洞破洞 然后这边你看 直接就是铁了 根本没有什么东西 固扇啊什么都没有 终于还要做按钮了哦来看 来看没够 够力 现在才发现哦 其中我这一个驾驶座的这一边后面的门板 没有这一个脚窗门的 哈哈哈哈 没有这个脚窗门的能够啊 像这个 哈哈哈哈哈哈 有人的车也是这样子啊 有 可以坐啦 哈哈哈 更麻烦 很紧哦 哦你最重要是要修它边哦 不然的话它边很容易跑起来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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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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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下我们还要去装那一个 Skirt啊 body kit啊 诶 你想这个车有body kit 有哦 跟你们开玩笑而已 是装doll visor 因为我在Facebook那边的Live 有人竟然认为 那一只东西是body kit 我要引掉去 OK 我开箱了这个doll visor 然后等下我们也是装上去 看一下会不会更加的好看 还是怎样 这一个doll visor 是我在Shopee那边买的啦 如果你们也是有跟我驾类似一样的款型的车 你们也是可以在那个Shopee 我会放那个链接在那个YouTube下面 然后你们可以去看啦 不错啦 OK 我刚刚才发现 我们的这个朋友他就跟我讲 这个镜子有一个问题 就是之前哦 有他们wiling啦 还是有做什么东西的时候 它有黏着那一种一粒一粒一粒的小点啊 不管你怎么磨它 怎么弄它哦 它都是不能够弄掉的 弄不掉的是吗 那些东西 弄不掉 怎么割它割 割不掉啊 它已经是在那个镜子那边了 哦 来 你看啊 这边哦 哦 是哦 哎呦 割不掉哦 这些东西你看 会多吗 就是你看到这个东西 除了这边其他镜子 其他的比较少 奇怪啊 我不知道做什么有啊 这样子我不是要找这一片镜子的accessory了 不在意的话可以召唤啊 我在意吗 哈哈哈 是谁的车要拿去砍的时候 砍之前来找我一下啦 车镜我全部要 哈哈哈 做backup stand by 不要敲破啦 是不是 会粘啊 会粘啊 它是蒙面的哦 还会粘哦 嗯 这个不会生锈啊 嗯 OK 那现在呢 我们就装了这个dorvisor 原来这个dorvisor 装之前哦 要放一层那个gum 如果我自己装的话 一定会漏水的哦 还好啊 你们有讲啊 真的是 很多人是不是自建年 看你的自建年和推拖 推拖哦 现在我才知道原来 同时呢 我也发现哦 有一个问题就是 请问是谁有这一条东西 这一条这一边有一条东西的 我没有啊 这一个叫做 传门的list啊 然后这一条也是没有list的 你看 所以如果你们有这一个list的话 麻烦 联络PM我啊 OK 啊 这一个哦 那一边没有list啊 右边这一边有这条list 还有这一边也是有这个silver的list 这一边也是有这个list silver这一边也是有 就是那一边哦 没有那个list啊 哎呀 够list啊 真的是 这一条list没有 然后这一边也是有一条list也是没有 哎呀 这个 driver seat这一side的两条list不进去 除此以外呢 还有包括它里面的那一个list也是没有 那个里面的list就好像是这一个 这一边里面的list也是要找啊 passenger seat跟driver seat都要找 然后这一个哦 driver seat这一边就还有 我们进去看 你看 这一边没有 这一边也是没有那个list 哎呀 还有一个问题哦 就是这个车镜哦 你看 你看 它的线条 几乎都已经是好像 损伤掉 刮掉哦 这个做不到哦 怎样插 怎样磨 呃 要叫 公务专业的 啊哈 他们应该是用砂纸哈 然后慢慢磨 能够磨掉的啦 哦 可以磨掉的 但是要找专业的 做玻璃的 做镜子的 Dr.Jermyn 可以磨掉 大概要budget多少钱啊 几百块 啊 镜子要几百块哦 这样我刚才不要磨了 反正这个哦 会中砂纵泥土 它一下子就是料的了 哎呦 Anyway 如果有人要帮忙弄的话 来啦 帮我弄一下啦 OK 谢谢你啊 哈哈哈哈 OK 所以这辆车呢 已经是 连完所有的车径了啦 我们也是要非常谢谢呢 我们的这一个 阿Bi Alpha CAS Series这一边 赞助我们的这一个黑径啊 Anyway 还有很多的细节 还没有完全的做好了 不过 今天的这一集影片呢 就简简单单的跟大家分享 关于这一辆车的进度如何啊 接下来呢 可能我就是要去油气啊 还是要油 还是要油 还是怎样 我还不知道啊 所以大家有什么样的建议给我咯 我看一下你们的建议哦 都对我非常大的帮助 除此以外呢 还有很多的accessory要找的哦 像我刚才已经有提到的哦 麻烦各位朋友 如果你真的有发现到 这一些零件accessory 可以跟我讲一声 如果你们 赞助更好咯 如果没有办法的话 那我只好自己掏出腰包咯 我现在这样子看了哦 这辆车 五年了 第一次看到它的车镜哦 是那么清洁 然后是那么的 好看的 哈哈 那我在网路上呢 还有包括我一些的朋友的建议 确实哦 我这辆车 虽然看起来是很绵很烂 不过做起来呢 还是有一些些的小值得的 因为他们认为 这种车呢 已经是属于古典 甚至有一点经典 所以我也在想 这个经典来改的话哦 基本上我又觉得 真的好像哦 还是有它的好的啦 尤其是给那些 爱车的朋友 还是会值得去做的 甚至哦 我在网路上呢 连我的朋友都说要找 HJ60啊 或者是BJ60的 他们认为这一种车 就是有那个气势 架势啊 所以呢 很像我现在哦 我面对的问题 除了它的那些零件 很难找之外 就是这个车身 真的是棉道哦 没有办法 可能就是要自己下手来做 因为有一些朋友说 就算你找了那些油漆的 帮你碰啊 帮你做啊 就算再用心做都好 它还是哦 不会做到很好的 尤其是那些生锈的地方 要做回去哦 真的要花很多很多很多的钱 所以我思来想去哦 可能就是自己买那个 房子生锈的那一种气哦 来自己磨自己弄还是怎样 就看哦 你们有什么意见哦 你们也可以留言让我知道 接下来我要去买那个油漆 然后自己试试看一下 磨一下还是怎样 Anyway 非常感恩你们哦 还有给我STAR啦 给我Token啦 要赞助我啦 我都非常欢迎 非常谢谢你们 那继续接下来要怎么做 我们敬请期待啦 我们下一期影片再见啦 谢谢大家的喜欢 我们拜拜